大捆的干节杆能不能用来生产饲料颗粒 我在家养牛羊 没有三项垫 两项垫能不能用 那今天呢 我给大家展示两台设备 一台是堕罗4.8吨的全自动柔草机 另外一台呢 是堕罗1190型饲料颗粒机 这两台机器凑在一起呢 就可以直接把干节杆做成饲料颗粒 那我们来展示一下加工效果 直接启动 玉米减杆已经加工完了 混合一些玉米 看一下这个揉碎效果怎么样 不管是用来养牛羊 还是直接生产饲料颗粒 这个粗细程度都是完全足够的 混合好以后 一大盆的扫料 我们直接生产 启动 揉住这些饲料颗粒机 看一下加工效果怎么样 药汤里边 全部都是炒料混合的 少量的玉米 直接就能做出来 四两颗粒 这是我们刚才的工作成果 机器运行还是非常平稳的 噪音比较小 这也就是咱们加油店 1607四两颗粒机的实际加工效果了 你看这个加工效果能不能满足你养牛养羊的具体需求 好的 那您看一下 多长时间我们做出来这么多的饲料颗粒 看一下这种加工效果能不能满足您的具体需求 香味很足啊 像这种颗粒呢 咱们用来储存四到六个月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混合一些 麸皮啊 玉米啊 或者是豆饼啊 都可以做出来这么漂亮的饲料颗粒了 那我是张一 感谢您的支持 也祝您在家养殖顺利